Holo 大家好 欢迎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Zack 我是Vinny Ok 那现在呢我们是在新山的福利第二期这边 后面就是福利第二期啦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要开箱一下福利的Facility Floor 还有它下面的电物 跟还有一些所剩下的单位给你们知道 福利公主玩的第二期 嗯 如果大家知道都懂 在近期哦 福利已经开始交房了 开始分批把锁丝发出去给屋主们 我们就趁着还蛮fresh的啦 就来开箱一下给大家看哦 你们有看到后面这一边这一个青青色的 其实它是一座桥来的 它会有一个link bridge啦 从Face 2 connect到去Face 1那一边 之后再从Face 1再走去CIQ咯 因为现在在见证那个RTS嘛 所以哦 从Face 1 link去CIQ的那个桥哦 它中间是有一个段落的 因为它们在construction当中 但是如果全部完工了过后哦 这个第二期也会直接link到去第一期 第一期就直接link去CIQ 所以呢 整个路程哦 就是有雨盖的 对 蛮方便的啦 也不用就是日晒雨淋这样子 嗯 那现在我们就先带你们去走走看一下 下面的这些shop lock 店面 好 店面其实还有在mizer当中的啦 嗯 ok so let's go 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外观 你看 已经是建好的 第二期就在这里了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它现在其实在坐着那个柱子 然后现阶段哦 全部都是要通过这里走进去的 所以现在目前的阶段来讲呢 就是如果你要从一期走二期 二期走到一期是要走过这一条马路的 不算很quad啦 就一条马路哦 前面就是二期的停车场嘛 对 这一个是B3A洞 然后隔壁是B3洞 这一层楼呢 已经是第四楼了的 因为它那个地形的关系 哦 所以就是讲那边斜下去的话 才是一楼 二楼 三楼 对 这一层楼已经是四楼了的 ok 前面的那个部分就是它的店面对吗 对 楼下的都是店面咯 总共有分两层的啦 面相第一期的 然后还有再挽过去楼下也是有店面 还有一些店面 Left Over Unit在卖着啦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来到了B3洞的这一个Lift Lobby 进来就有冷气 外面好多人 Lift Lobby进来呢 它就有分为B3一洞 还有B3二洞 就有两个Session的啦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Mail Box 至少我觉得是比Central Park高级很多 看它的这些用料都是 整个质感哦 都很不一样 Lift Lobby 最高这边可以按到的是49楼 每一道楼都有管家咯 Facity Floor是在8楼 那么Lift一出来哦 就直接往左手边走 就可以来到Facity Floor了 就是这里 这是8楼 可能它很新啊 所以一出来感觉是蛮不错的啦 因为它绿化做得很好 看它的绿纸 不错啦 不错不错 很漂亮一下 一出来就看到Pairground 哇 这个风景 给你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RTS哦 是哦 那个桥墩 如果你再往上一点 那个Unit还更清楚 我觉得这边最好的点就是哦 它真的是可以直接就看到新加坡 很多人看到这个RTS的桥耶 它的景观跟在Central Part是有差的啦 差很多好不好 哇 可能这个相机里面看上去是没有怎样啦 但是如果你用肉眼看上去的话 你的是会有哇的感觉啦 你们看 有没有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哇 前面这里 靠近割剧院的 是BBQ Area 再来往这边走的话 游乐场旁边 就有一个蛮有艺术的 摆设品 有点像狗啦 应该要靠你的想象去决定它是什么东西 泳池在前面 泳池在这边啦 在路的这边 这边全部都有Shelter 蛮贴心的 然后这边就是泳池 旁边这边就是跑步的地方 它是用特别材质 好像是有400米 400米 然后这边是泳池 对面就是新加坡 所以为什么讲这边是最靠近新加坡的 Service Apartment就是这样子 你看 真的很靠近 就在这里而已 然后剩下的一些 facility好像gym啊 yoga room啊 都是在里面的 in-door的 所以现在走进去给人看一看 绿植 全部规划到真的很不错 这是Multi-function room 空空的里面没有东西的 Multi-function room 这里是更衣室 男生跟女生的更衣室 更衣室里面还有这样子的柜子 它梳妆太多有 不错 哇 然后sonar room 就是在里面的 男厕所跟女厕所里面 这样的一个感觉 not bad很新的味道 厕所挽进来就是gym room 哇 哇 它的decoration不错耶 这边还有打那个冰房的 哦 Table Dennis 四间房这样多啊 哇 四间房耶 然后这边还有yoga咯 给你做yoga的 还有snooker 也可以打snooker 哇 还有snooker room 就不用另外再去给钱 动球了 哦 球可能是要自备的啊 应该 not bad 那自备球跟它的棍 rending machine 还有个games room gym room 很大一下 对 非常大 嗯 很cozy 工人还很勤劳的在那边 虽然没有人用 好新的味道 这边是儿童活动中心 so cute 这边呢就是cover area 中规中矩 就是蛮明亮的啦 就基本上哦 它在电梯的这个area 会有一个信息公告栏 然后里面就会看到一个 基本的信息啊 还有些reminder啊 管家的资料啊 还有怎么样去使用用户手册 因为每个居民都可以去注册一个app 还有消毒的时间表等等等 全部都会在这边 就是进去 live lobby之前就会看到啦 这边整排都是电路 整排下去都是电路来的 这边是entrant B 这是三楼了哦 还会跟你讲剩下多少个车位呢 OK 那我们现在的所在地是在一楼的这个店面的前面啊 那一楼的这个店面的楼上呢 直到七楼哦 其实它一到二是店面 然后它第三层到第七层呢 它算是那种studio unit来的 原本啊它是一整层这样子卖的 比如讲第三层哦 一整间几十间 它是一次购买它没有分手卖的 但是现在剩下尾身了啦 然后他们也就是想要clear掉这一间stock 所以呢现在还有剩下的unit哦 除了就是我刚才所讲的studio unit在第三层 剩下的啦基本上是没有了的 第三层的studio unit呢 它基本上都是facing high的 就是我右手边的那个方向 然后它算是一个premium civil啦 算是景观蛮美的 但是我记得上次好像你有一个客户 就是你伸回给它的时候 他就讲为什么把这种line unit丢给它是吗 呃对就是 as一个courtesy啦 因为之前有客户想要找studio嘛 然后就让我有货的话就跟他讲一声 of course我就把这种还有私下单位我就发给他啦 他也是studio unit啊 所以我没有错啊 我就把他要求的 然后我就deliver给他咯 他就跟我讲为什么你把这样子的货socour 没有人要买unit是吗 不知道啦 反正他就觉得 诶为什么我把这样子的货好货发给他 但其实我觉得啦 他望出来的那个景色哦 其实是真的很不错的 他的那个景色就有望过去 其实是真是ok的 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socour 不好的货啦 对然后其实他的size的话是544方匙来的 就是一个studio 然后一个厕所 他没有很大接纳 如果你以每平方匙的价格来计算 他算是贵了的 但是因为由于他的景观的关系 所以他卖的价钱大概也比较高啦 呀 好那么今天这个R&F Face 2的开箱呢就到这边了 其实哦在之前我们有上去 HL unit做了一些viewing 对我来讲哦他的手工是一般般而已啦 我个人是觉得有待改进啦 嗯 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买家 其实买这边啦 多数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地点的关系 所以撇除手工上的问题 他的地点是真的很好的 基本上他的一些设施facility 没有说到很amazing 很wow 很4 star 5 star的感觉 一般一般的 嗯 所以amble size在地点的话 是真的很不错 对 但是如果你要amble size在quality啊 手工啊 这个我们有所保留 时下你们可以PM我们 我们再跟你们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然后就是发一些照片给你们看 他actually unique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啊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有拍一集 Fully All的 然后也是有解释到他到底会送一些什么东西啊 交楼标准到底是怎么样 你们可以refer回去我们之前的影片看一看哦 那今天就到这边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支影片 最后一点就是Facetreat也是coming up了 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得到Facetreat的第一手info 你们可以点击以下的那个链接去填写你们的资料 OK 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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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